嗨,大家好,我是鹿蒋 我現在在福島縣 這次是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他們找我合作 他們請我實際來福島 看一下關於日本的農產狀況 對於福祉的處置 現在福島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那我覺得我做YouTube 我就有必要實際去現場 給大家看現在福島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是來兩天 這兩天他們會有福島縣的人跟我一起 也是我第一次到福島 所以還蠻期待的 這次的影片是比較深度的旅遊 可能會比較少玩樂的成分在 福島縣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個台灣那麼大 2011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 引發核電廠氫氣爆炸、輻射外洩 離災難發生過了9年 福島縣況和農產品的狀況又是如何呢 我覺得我作為一位在日本的台灣YouTuber 有義務和責任 帶大家更全面客觀又了解福島的縣況 所以我選擇接下了這個案子 現在早上10點 福島的氣溫是2度 還蠻冷的 不過是比較暖的 對嗎? 很寒冷的 這位大哥這兩天要在我到處趴趴的 銀先生 第一站我來到的是一家叫做 愛情館的農產物直接販賣所 福島縣的農家們每天早上都會將最新鮮 經過輻射檢查沒有問題的蔬果 送到這裡販賣 店長一看到我就很興奮的說 歡迎來到福島 也非常積極的讓我詢問各種我想知道的問題 現在是大家必須要做光射線的検討 各自衛生、公的機関等 各種地方必須要一度檢查 這張是他們今天收到的放射性物質自主檢查結果報告書 要確定這個放射線指數沒有問題 他們才會放在這裡賣給客人使用 相信大家一定也會很疑問 那輻射檢查的標準是什麼呢? 到底什麼才叫做合格呢? 關於這塊我也有做更詳細的詢問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規定 一般食品一公斤含有1000貝克以下為較安全的食物 日本原來制定的標準為500貝克一公斤 在2011年鎮災後 將標準更加嚴格規範至100貝克一公斤 現在依然也是 只要超過這個數字 就不會讓食品流通於市場 我們司機也跑進來買個橘子跟柿子 好貓 真的這兩個蘋果吃起來味道不一樣 這個丹治先生的蘋果吃起來比較脆 然後這個麗丸先生的蘋果吃起來是 獎仔妹妹也蠻怪的 但是沒有這麼脆 就是浸到嘴巴裡面比較容易融化的感覺 1月是比較寒冷的季節 所以他們每一週都有限定的湯 可以給這裡的客人試喝 今天是長蔥跟白菜的生薑湯 他們給客人的湯誠意很足欸 不會說試喝就只給一點點 然後他們這邊還有提供菜單 是可以給大家自己拿拿回去做的 可以拿一張回家 愛情館這裡甚至有很多農家 是會特地來店裡販賣 直接跟消費者面對面接觸 店長說透過面對面的接觸 是為了讓消費者直接感受到 他們對自己的作物的責任還有信心 在離開前店長也說 愛情館這名字就像是農家 愛著自己種植的作物 你們也都愛著福島這塊土地 聽到店長這樣說 我當時真的覺得我快哭出來了 很感動 店長很急的說要送我蘋果跟日本酒 謝謝 下雪了 你們看 鏡頭看得到嗎?下雪了 第二站是要來吃今天的午餐 我們要吃一家叫做 牛峰的福島牛燒肉店 這家店好像在福島是連鎖店 還滿有名的 這家店門口一進來就寫它是福島牛販賣指定店認定證 座位的話是長這樣子 有那個很和風的燈 然後旁邊這裡窗戶外面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下雪就很漂亮 可以邊看雪邊吃燒烤 今天我要吃的是午餐Menu 牛峰燒肉Set 1550日元 很便宜 這邊有提供各種軟性飲料 沙拉吧也是自助吃到飽的 這裡烤肉醬還滿多的 有比較辣的口味 也有比較甜的口味 還有辣味噌 蒜蓉 還有這個比較特別的是果香醬 那這一盤就是我點的牛峰燒鵝肉 然後還有三種前菜 午餐訂食附的算清湯吧 紫菜清湯 好吃主要是用鹽調味的 第二道這個應該是牛腩 牛腩超好吃 好嫩喔 店長來了 庫島県的牛市 一頭一頭 正好 保證 一頭一頭 檢測嗎 對 這裡是第一次流通 所以 豬肉也在農家間 檢測 所以 這個牛肉也在福島県 啊 這個牛肉也在福島県 謝謝 不只是福島縣 日本這種地方都很厲害 他們都很愛自己的 故鄉做出來的東西 所以像他們這種 吉莫頭的餐廳啊 他們的蔬菜啊 還有肉跟白米飯 都是他們自己 先種出來的生產物 看它這個油花 分布得好漂亮 這個一定很好吃 我先吃第一塊牛 這個牛肉整個散散發亮耶 一張到嘴巴裡面直接融化耶 我剛以為它吃起來會有點QQ的 結果沒有 是軟的 接下來吃第二塊牛 這塊牛跟剛才那個 是不同種類的 我現在吃的這個黃牛 這個吃起來是比較有嚼勁 跟剛才那個口感不一樣 可是都很好吃 最後吃豬給大家看 豬跟牛就比較不一樣 它的油脂比較多 豬是裡面最有嚼勁的 可是咬下去的油脂會噴出來 很甜耶 好酥 一開始看這豬肉 味道這樣 還想說會不會非常非常有 就不會 吃起來是甜甜的 他們那個量好多 因為一種肉就有三片 所以四種肉的話 總共有12片 吃的超飽的 1550這個價錢 可以吃到這麼多 真的太划算 跟東京完全不一樣 然後剛才吃的超飽 店長竟然到最後還給我們甜點 看到底這個價錢 是不是太值得了一點 謝謝 這個司機大哥 他就是很喜歡福島 所以他邊開車都會邊跟我介紹 第三 再我們來到這個做柿子乾的地方 他這裡面會有一些放射性的檢查 可以看 帶大家去看一下 進去的話要穿拖鞋喔 安保加基 是福島縣的著名名產 而安保加基在2011年 東日本大地震後 自速停止販賣兩年 重新加工販賣後 由於農家高齡化 勞動力不足等問題 福島未來農業協同組合 新建了這個市值加工工廠 取得安全衛生食品管理 HACCP認證 監督輻射物質的含量 前面有提到日本政府規定輻射含量 超過100倍克1公斤的話 會禁止商品流通於市場 而這家加工廠為了更全面的安心 就要標準再嚴格升為50倍克1公斤 乾燥前檢查一次 包裝後又檢查一次 共計兩次輻射物質含量沒問題後 才會將商品流通市場 要進去參觀的呢 都要穿這樣 把頭髮的毛啊那些全部遮起來 褲子的色也很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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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好可愛 這個褲子就是這樣子曬乾的 現在是休息沒有在動 但是他們一般在乾燥的時候 這個車子會自動轉的 因為每個地方受到的風都不一樣 那這邊有6台電腦 就是他們測這種已經包裝完的放射線的地方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測出 它一盒的放射線量是不是合格的 合格的 他們送我一包褲子乾 我覺得孵到的人都好好喔 而且這個柿子乾跟我想像不一樣 我本來以為會很乾 結果它是很軟很軟的那種耶 太感謝他們了 今天晚上我要坐的是農家民宿 好傳統的日本的家的感覺喔 一人嗎? 一人です 天啊真的是日本人的家耶 那我就幫你去吃 我去了 婆婆今天看到我就超興奮的 因為她說她又有把自己做的農產物送到愛情館 就是我常常去的 所以一看到行程就覺得對我很有親近感 真的是到日本人家的拜訪跟漫畫獎一樣 他們都會附熱茶 他們還給我點心 怎麼這麼好 我的房間在二樓 你現在要去吃嗎? 謝謝 如果寒了的話 你再去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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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全身鏡 怎麼那麼可愛 我現在在這裡的祝福 祝福 我完全不會做菜 所以看婆婆這樣做菜我就可以跟她學怎麼做 日本的每個地方電視台都會有那個縣市專門的節目 很酷 像我現在在福島 他就是介紹福島這個這麼大的地方 每個地方的氣溫 大家 婆婆幫我準備好晚餐了 你們看有多誇張 你們看 這是我一個人的晚餐 太豪華了吧 真的是被盛情款待 好感動喔 剛好店長送的日本酒也好像本來就很喜歡 太好了 那婆婆也很可愛 準備這個杯子跟我們兩個喝 乾杯 乾杯 爺爺說鄉下每個人家裡都會有那個廣播器 因為他們家都隔得很遠很偏遠 那消息就進不來 所以都會有裝那個廣播器 奶奶要多拿味噌湯跟草莓來 真的很像自己家啊 會隨死 爺爺昨天買那個哈密瓜要給我吃 然後因為我說我喜歡喝美酒 他們就幫我開始弄美酒 他們拿了很多傳單給我們看 然後他們說這是他們生女的成人士 penalty 有時候那是最怕 rhythm 寂去但有遍 我看到印像的推特 他們便請為我的名字 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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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珊енд 港湯還有很多家庭 anunci像雅蛛也是一樣 她幾乎及我好朋友 我是說有跟朋友的 是如此勉宜的服飲骨 就是 Happy 我們 fleeing 現時就是好像賣的 Singapore 所以就是職場我們的客人 我之前是汽車的感染者只好,最終可以看到 我最初要是洗衣服了 然後我感染一下 你知道是棘主義的食品 現在是由於棘主義的食品 雄西邦偉主義的食品 我就是棘主義的食品 respective食品不足 所以我早就好 好 每年,來自台語的食品 有很多香港的食品 我跟他一起訪問 怎麼會這樣 現在要看的嗎? 對 對不起 現在要看的 我沒有準備了 我父親也喝醬汁 真的嗎? 那大家晚安 好晚安 大家晚安 我已經洗完早了 現在是全素的狀態 我在我的房間 我現在是坐在暖桌裡面 就是大家看到櫻桃小丸子 他們全家在坐的那個桌子 暖桌旁邊的客廳長這樣 暖桌的另外一邊呢 是房間 剛才我已經自己鋪好棉被了 我今天一整天這樣跑下來 老實說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是第一次來福島 那也是第一次這樣接觸福島縣的居民 然後就發現他們每個人都人很好 然後也對自己福島產的東西是非常的有誇り的 我在來之前做了很多資料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要拍 那我就不想要拍一個只是跟大家說 欸東西很好吃喔很安全喔 我不想拍個這樣子的影片 所以我在跟每個設施開會的時候 我都會問得很清楚說 那你們這個數值是怎麼樣 他們是怎麼去做那些防護測試 以及他們是如何挨著自己做出來的農作物啊 聽了就很感動 我不知道怎麼透過螢幕 讓你們知道我的感覺 其實今天在那個市值那邊也是 在這個農家民宿也是 就是我都感動到哭了 那明天我會實際去他們的農業保護中心 環境創造中心去看他們這個福島 對於放射性的數值是怎麼樣 好啊 我覺得我在講下去的影片就會太長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期待福島的第二天 大家晚安 到這裡 到這裡 到這裡